OK,今天我们来开一下这个张老板刚发布的OPPO范德恩 这个也是路边捡到了一台 然后包装的还挺酷的 我们来直接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块是一种 应该是那种烫金的 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设计 就是你看这个盒 我一打开 它就会推起 蛮酷的 然后这边从长鲜到长用 黑色的纸包子 一个充电头 33瓦充电头 然后这边是数据线 就这些 龙卡尔尺寸 非常的小 然后这个背面呢 也好像有点它这种就是 微晶工艺那种 一闪闪的 这个有点像Reno那种感觉 你看看 它这块呢也加了一道 这个磨砂的设计 就两个光面中间加一道磨砂设计 就没有那么低调 而且有点骨感 所以看着会更加圆润 所以握着起来的手感会更好一些 这个机器给我感觉就是 飞嘟嘟的 真的很有手感 它可能感知不到这个大小 这是iPhone4 大家感觉就知道这手机有多小 然后呢 这个屏占比呢 正面屏占比还是蛮高的 因为大家看细节 它这侧面呢 采用了一个曲面 这个玩法玩的还挺溜的 大家能看到效果 拉近点 大家看 它是个曲面 微曲面 所以它这个侧面 手感也会很舒服 建议买的同学呢 就把这膜一秒撕了 不然的话这个很影响手感 然后呢 这个整体正面的感觉呢 肯定是很舒服 就唯一的就是 如果能把这个摄像头呢 变得再小一点啊 这就完美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配置啊 这个机器的这个是120Hz的高刷 然后呢 是骁龙3个8的处理器啊 然后12加512G的内存组合 然后这安兔保分呢 是83万多啊 然后 因为这个我刚拿到机器啊 所以说就是边看边那个就是跟大家聊了啊 也没有拿到他们这个整个的参数信息 然后查一下它这个信息是imx766的主摄啊 这个配置呢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啊 够用 然后内屏啊 内屏的尺寸啊 然后这就是三星 OPPO华为啊 三款机器这个效果啊 OPPO的好处呢 就是展开以后呢 它就是一个横向的这个这个比例 然后华为和三星呢 它可能就更偏方正一些啊 然后这个东西呢 会在一些看视频啊 什么时候会有些的这个 呃 显示这个面积的一个影响啊 然后在内置这个摄像头上呢 三星是一个屏下 然后OPPO这个是个打孔 然后华为呢就没有用 然后这里呢 那我们稍微的在家看一下这个折痕啊 然后华为这个OPPO不说它折痕特别牛逼嘛 啊我们来看一下 嗯OPPO的这个折痕的效果啊 有但是已经做的是非常的微弱了啊 然后你这样手过去啊 还是能稍微的感觉到一点点啊 但是不会那么的明显 然后我们看一下三星的 然后这里有一点不公平啊 就是三星和华为呢这个已经用过很久了啊 啊华为的啊 华为的这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啊 ok 然后不得不说啊 这个OPPO这个确实是目前这个折痕处理这个最好的一个 接着呢我们再看一下它是外屏啊 然后三块屏呢 三星呢就是过于的这个细长 然后另外呢这个 华为和OPPO呢 就显得比较这个常规的这个手机比例啊 然后之前也说了这个OPPO它这个屏占比呢会更高一些啊 然后它的比例呢会让人觉得更舒服 嗯然后呢这个三个机器的厚度呢毫无疑问啊 这个OPPO呢自然是最厚的啊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它要在这小体积中呢放更多东西啊 所以这OPPO呢会更厚一些 ok然后我们接着看OPPO的手机啊 先看它在大屏上这块做的怎么样 然后这个内外屏的这个连接呢还是很自然的 然后也支持这个平行时空啊 主流软件都有支持 而且呢它对于一些大屏的这个适配呢 做的也还是不错的啊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分屏浏览啊这个 它也可以实现在多屏状态下呢再加一个这个浮窗啊 然后它在这块设置里面有一个专门的大屏专区啊 你看比如说应用的分屏 然后可以你也可以通过这种两指 直接进入这个快速的启动 然后自由的服务窗 然后悬停模式 对这款机器呢也是支持悬屏的 然后还有这个大屏接力 就刚刚说的这个在大屏上用到什么 然后折过去以后小屏还会显示什么啊 它会连续啊 然后平行视窗兼容 就是很多呃很多这个应用啊 它呢在大屏下呢 它只能显示这一溜 然后在这一块呢进行调整啊 看这一块就可以选择它显示比例 比如16比9 4比3啊 这个设置的呢也是功能也是比较齐全的啊 我们试一下它这个悬停模式啊 基本上是每个这个角度都可以悬停 但到这呢就啊最大的到这就躺回去了 这就是悬停模式啊 就这种情况下呢 你看看电影呢就不需要支架了啊 就很方便 对吧就这样 你可以这样看看电影 然后底下呢是一个可以控制精度调啊 调音量和亮度都在这一块屏就可以使用 然后这块屏就可以看啊 然后优酷啊什么都是支持的啊 所以目前来看这款机器在这个呃大屏啊 还有这个内外屏的这个优化上做的呢还不错 我们再看一下这游戏体验啊 这也可以看这是王者荣耀的啊 王者荣耀的游戏体验啊 目前呢只是60帧啊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内外屏的这个显示比例啊 我觉得还可以啊 但是就是啊终究这个内屏这个比例打游戏呢 你说它适应呢肯定也是不适应的啊 这个是和平精英的这个显示效果啊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显示比例啊 看看外屏切过来 反正在外屏的体验下我觉得是没有成问题的啊 因为这比例呢刚刚好 这里呢我拿个大屏手机啊 同样的这个平台和内容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画面的这个占比 带来效果不同 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OPPO这款机在内屏播放视频的时候 它的这个优势呢 确实跟大屏手一比呢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因为终究它是还是受到这个折叠打开后 这个屏幕比例的一个限制 它的主要优势呢还是在于看小说呀 看图片看漫画啊 会有更大的优势 但是未来呢就得看折叠屏它的内屏的这个比例 嗯怎么样的去调整啊 才能解决这个 哎打开后的观影的体验会比这个大屏手机更强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也是产品经理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音频啊 这个机器呢 它把这个喇叭呢全放到了底下 所以我们听一下它的音频如何 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我觉得还可以 然后如果它的这个低音 如果能再厚重一点啊 这个就完美了 然后它有一点啊就是 哎呀就是就是就是让人很很难受啊 就是当吸屏的时候 你必须得按这个电源键 才能点亮屏幕啊 就是因为我习惯 因为这个音量键不是突出吗 我习惯性按音量键 这个时候呢屏幕就无法点亮啊 这就好好难受啊 对啊 你必须得按这个音量键 这需要一个习惯的一个过程啊 哦 好